那投票的数量比较高 因为我们是就是民主原则嘛 数量比较高它就会浮到比较上面 那浮到比较上面 我就会在接下来的38分钟里面 优先的来回答票数比较高的朋友 那如果就是不方便使用的话 也没有关系 WebEx有一个应该有一个举手 或者是高速moderator的功能嘛 那如果比较想用讲的的话 也随时欢迎举手 或者跟我们的moderator说 那也可以用讲的方式来提问 那我们在整个就是过程里面 我自己没有什么简报 那完全就是以大家的提问 作为我这一次演讲的一个agenda 这样那这样子应该OK吗 需要用英文再说明一遍吗 不用OK还好 好的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开始 好那有七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唐主委利用科技快速串联 已经掌握各地资讯流通与共享 让人印象深刻 谢谢唐主委的贡献 请问主委对于某些弱势的族群 基于各种原因 可能没有把他享受科技带来的好处 好不像说没有钱上网 或者说不识字 但这些朋友常常又是社会最弱势的底层 但是最需要政府的帮忙 所以政府要怎么做 才能确保这群朋友 不会被社会遗弃 或者甚至连求助的管道都没有 这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台湾所谓的创新包容永续 就是Innovation, Inclusion and Sustainability 这个是我们整个2030年智慧国家的 最主要的三个愿景 所以创新它不是盲目的创新 它是为了包容社会上每一个人而创新 那Inclusion包容也不是只是包容这一代人 而是包容还没有出生的下一代人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永续或下几代人 那以就是比较具体的例子来说 我们在设计很多数位服务的时候 都会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说 如果您不方便用QR Code可以用网址 不方便用网址可以用讲的 可以请人帮忙等等 这个我们都必须要讲在前面 它的想法就是我们bring technology to society 不是说ask society to adapt to technology 就是我们要的是技术来配合社会 而不是说要社会来配合技术 我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说我们之前在买口罩 口罩实名制的时候 那当时因为我们知道台湾2400万的人口 一天只产出当时188万片口罩 是不够用的 所以在我们口罩正在增产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了一个到药局排队 买口罩的这样的做法 那当我们要把它数位转型的时候 我们就想到说那我们可以去便利商店 因为台湾有一万两千家便利商店嘛 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我们有请很多八十几岁七十几岁的朋友 来跟我们一起设计 包含我自己的阿嬷 她是陆港人 今年已经88块89岁了 所以当他们有参与这样子的体验 我们说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关于他们的事情必须要有他们的参与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说为什么他们愿意去药局 是因为他们跟药室之间彼此信任 他们对健保卡不会被滥用 又彼此信任 但是呢我们一开始的设计 如果是要求他们去便利商店 用他们的邮局的提款卡 用提款机去转账 然后买口罩 乍看之下是很方便 而且也不用去跟人面对面 也不用带纸钞什么的 但是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 就很怕被诈骗 不小心多按几个零 他的存款可能就不见了 或者他会怕在他后面的人 看到他出入的密码等等 所以我们绝对不是要求这些长辈 来改变他们的习惯 来配合我们的设计 相反的我们放弃了我们的设计 然后改成说在便利商店用健保卡 去便利商店的柜员机 拿一张小白单 就是一个print out之后 就去柜台 他如果愿意的话 他就用现金来结账 数出52块新台币 这样他心里就感到很安心 所以虽然科技大概都可以省力 但是呢安心 我觉得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所谓的swift and safe 就是不能只追求少数人的swiftness 而是说必须要尊重绝大多数人的 那个感觉 feeling of safety 所以swift and safe 两个不能互相彼此交易 而是说必须要齐头并进 那这是去年的案例 在今年的案例里面 因为我们在台湾 现在当然慢慢要降到 这个alert level 2 就是二级警戒了 因为每天的local的确诊案例 又回到了二位数 已经很久了 但是在当时才三位数 就是两个月前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不去发明一些contact tracing的方法 那其中一个方法呢 就是叫简讯实联制 就是让每个人在进入一个 可能通风不太良好的空间 或者是要搭高铁啊 搭计程车等等的时候 要用手机扫一个 就像现在左上角的QR Code 但是扫了之后 是直接用简讯发送到1922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 这个简讯你不用输入任何东西 按送出就可以了 第二个1922这个简码 它本来就已经知道你的手机号码 所以也没有这个伪造或其他的问题 但是我们就发现 很多的长辈 他还是比较习惯用纸张 可能是他手上的手机没有镜头 或者他不习惯用镜头 所以后来我们也就发明了 说他可以用手机传简讯到1922 手动输入 好像现在slido的代码 这样的店家代码 那他如果真的很不方便的话 也有很多的地方政府帮忙他们磕我们叫连续章 就是一个硬章 他也不用沾墨水 他就可以直接一直盖 那那个墨水上面就是他的联络方式 可能是室内电话 可能是他的家人的联络电话 那以及怎么称呼他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并不是逼着长辈去用简讯 只有他觉得简讯比较方便的时候才用简讯 如果他觉得比较不方便 那还是有纸本 还是有这个连续章的方式可以使用 所以在这里面 台湾就是不管是社区发展协会的系统 林里长的系统 在地的药师药局等等的系统 卫生所的系统等等 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任何时候大家对任何数位服务有任何问题 就可以直接问这些朋友 而最后一道防线 就是如果他完全不愿意出门 不敢出门 而且也不认识旁边的林里长的话 那他只要拿起他的室内电话 只要播1922 那就会有call center的朋友 几乎一定会接得起来 去年大概已经有200多万通电话 那会非常详细的一步一步教他说 那这件事情要怎么操作 或者他怎么样可以买得到口罩 可以去得了其他地方 或者是说现在可以预约的到疫苗的注射 那这些都是用最基本的 免费的室内电话来达到的 所以他打不管几通电话 他没有marginal cost 就是没有编辑成本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台湾所谓的宽品是人权 所以其实每个月只要16块美金左右 就可以有4G的赤道宝 意思就是说不限流量的方案 所以同样的 他就算需要开video conference 来取得一些 在台湾我们有远距医疗 远距教育等等 那他也完全没有marginal cost可言 因为他一个月付16块美金 他就一定guarantee 是可以不限流量的来使用往期网路 大概就是透过底层的这个infrastructure 宽品人权以及上层的社会部门 social sector的支援 来达到就是大家彼此互助的这个做法 好那这个应该有回答到 如果想要追问的话 随时欢迎不管举手 或直接请主持人cue你啊 那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移到下一个问题 有六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台湾虽然情况是比较好 但是现在的世界 不管是哪个国家 都有严重的贫富差距 那社会时代的爆发 似乎已经造成更严重的落差 那所以社会科技是不是会造成另外一种社会阶级中的智慧差距 那我们要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 并且在现有的教育制度里面来找到解决的方式 我想先说明的是说 这个贫富差距一向在台湾是被当作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而且一定是政府的责任 所以我们的整个核心包含健康权 包含学习权 包含通讯权等等 这些都并不是资本主义的逻辑 这些都是由国家以及刚刚讲到的社会部门 来确保说不管是再穷苦的家庭 都应该要享有国民教育 享有全民健保 以及刚刚讲宽平人权等等的这些权利 但是显然这位朋友想问的不是只是这些基本的 比较属于温饱或者是学得到东西的层次 而是他的创意要怎么样子发挥 他要怎么样子去接上这样子一个智慧的国家的一个社群 或一个智慧的星球的社群 在台湾我们主要靠两个方式 一个方式是所谓的数位机会 或者大学的社会责任 或者大小学办等等的这一整套做法 就是数位机会的做法 我们不只是在台湾自己做 我们也在我们的友邦 理念相近的国家 很多地方都推广这套制度 这套制度的精髓 并不是在于说 好像在都市人硬要去教导 在偏乡或弱势的朋友什么 而是说确保说 他们有一个学伴 就是有一个compagnion 在台湾常常是大学生 然后去陪伴着 比较弱势的地方的朋友 包含终身学习就是长辈的朋友 以及基本的国民教育 也就是中小学的朋友 那他的陪伴并不是灌输他什么知识 而是告诉他说 有一些life skills 有一些实际对他立刻就会有帮助的一些事情 那在网络上有哪些社群 有哪些free resource 有哪些免费的自由的这些社群可以去接洽 那所以呢在这里宽平人权就起了很大的重要性 因为如果我们只是下载 就是只有radio and television 只有广播 只有电视的话 那叫我们最多能够陪伴的 只有他的所谓的literacy 就是试读的部分 但是因为我们的上传 也是没有就是资费限制的 所以其实它是双项或多项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国民教育教的 就不是只是literacy 而是competence 那competence这个字 其实华语并不好翻译 所以我们后来就翻成素养 意思是说 它是由内而外创造的一种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偏商 或者是里岛或其他的地方 那他的学校自己可以定义 他的素养导向的校本位的课程 也就是说 我们不是在像以前国立编译馆 或国教院 pop down的去要求每一个学校 去教一样的东西 而是说他可以因地制宜的 去跟在地的社群结合 本来只是社团的 第八节课的等等的这些 都可以进入政课里面 大家一起来想说 怎么样帮在地做地方创生做复兴 那这样子的话 这些小朋友 他在学的时候就已经学以致用 就不会像以前 好像他的精神全部放在 比较抽象的学问上 那这样子的话 等到他到大学的时候 可能也不一定那么容易再回来 跟他的乡土去做连结 所以在网络的世界上 是用数位机会学办的做法 那在在地的部分 是用大学的社会责任 校本位的素养的课程 然后以及我们所有人都一起 去所谓终身学习 这样子的一个regime来达到 那在台湾我也很高兴看到 包含社区大学 实验学校等等 有很多民间办学的这种能量 那这些能量呢 其实不是去跟教育部有所竞争 我常常就说 作为第零代自学生 我们的实验教育是research 那我们的国民教育是development 就是我们释出一些比较适合的 像素养导向的做法 maker的做法 每个人不是 只是在那边接受资讯 而是每个人都是新闻传播者 事实查核者 fact checker的做法 那这些在实验教育里面 整理出教材教法之后 那我们在国民教育里面 这两三年就已经全面的推行 那当然实验教育那边就继续research 更多更尖端的一些做法 所以这是一个互相加强的 不是哪一边去跟哪一边竞争的做法 大概是我们目前的教育制度 对于in inequity 就是不平等的这件事情的一些回应 那有五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堂主委 随着AI的普及 未来十年有哪些工作 可能被AI逐渐取代 而哪些工作比较不需要担心呢 其实AI这个字 在我的脑里 我是把它念成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辅助式的智慧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是辅助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人跟人之间的共好 协力的创造 而不是把一个一个的个人 把它代替掉取代掉 举例来说 像我戴着这个眼镜 它就是一个assistive technology 它是一个辅助科技 它让我可以看得更清楚 可是呢 并不是说 我看一看之后 就跳出一个广告视窗 十秒钟倒数 我才能够关掉它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眼镜就不是以我的最佳利益为利益了 它就是以什么广告商的最佳利益为利益 那所以这个是AI的第一件事叫alignment 就是它应该是以我们的最佳利益为利益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假设这个眼镜今天松掉了 坏掉了怎么样 那我常常就是看一些线上影片 我自己拿个什么东西就把它修好了 或者我就可以拿去隔壁的眼镜行 虽然它不是当初配这个眼镜的那一家厂商 但是也可以把它修好 不用去付什么5亿元的权利金 那所以这个是所谓accountability 就是说AI它一定会有一些 跟一开始设计预想不到的一些情况 但是这些情况不管是bias或之类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说 在一开始设计的时候做到最好 所以我们必须要怎么样呢 就是bring power to the edge 或者我常常喜欢说empower people closest to the pain 就是说它越会被AI所影响 它越应该有调教AI的能力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才能够确保说不会变成一开始设计的时候 利益良善 但是到实际跟社会融合的时候 反而去扰乱了社会 所谓disruptive innovation 我只举一个例子 好比像说我们之前在推动自动驾驶的车子啊 船啊飞机啊等等 就是所谓的autonomous vehicle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台湾就有很多试验的场域 包含我自己的办公室 仁爱路三段99号 social innovation lab 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就是这样一个试验场域 但是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开卡车火车 而是我们就是找了一些三轮车 从MIT Media Lab过来 那它是开放的 意思是说任何人都可以去改造它 所以这些三轮车跟旁边建国花市的朋友互动之后 我们就多了很多使用方法 好比像说大家不想要拿它来代步 而是想要它拿来当我在建国花市买花的时候 可以自己跟着我的那个shopping cart 就是亦步亦趋地跟着我走的companion 这个就是一个在地对于科技的要求 那又或者像说它在比较人多的时候 它必须要先让一个人通过的时候 当时在MIT Lab在Boston 它让人的这个方式跟在台湾是不一样的 在台湾我们经过一些测试之后 那发现大家都希望先让长辈通行 然后才是可能就是身心障碍的朋友 可能接下来是怀孕的妇女 那最后才是小孩子 那但是呢 它在刚出场在Boston的时候 其实是先让小孩子完全不管长辈的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长幼有序这个概念 是我们在地的观念 所以如果这个AI它不accountable 就是说它不对它的使用者accountable 而只对它的设计师accountable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势必就会受到非常多的扰乱跟争议 所以回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任何的工作里面 只要它工作的项目是像刚刚讲到的 专注在人与人之间的体验 把人跟人之间的创造力凝聚在一起 面对社会多 而不是面对机器多 那在这个情况下 就没有被AI取代的问题 AI就是你的助手 就是你的assistance 那但是呢 如果一个人的工作 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的简化的工作 它的输入跟输出都很简化 而且不假思索 就可以做的话 那当然在工作的时候就会觉得 在台湾有个讲法叫工具人 好像自己变成一个工具的这种感觉 那这种其实做起来也不太舒服的工作 其实我们就像英文的computer或者printer 本来也都是人嘛 那但是后来computer跟printer都变成机器了 但是你说我们没有资料科学家吗 或者我们没有做媒体跟出版工作的人吗 我们还是有啊 只是他们做的事情就不再是computer跟printer 这些机器做的事情了 所以工作的项目可能会自动化 但是里面只要是面对人展现创意的部分 应该就不会被取代啊 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就先回来到这边 我们就再往下 好那下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近年来prc方面 北京方面近年来利用综艺以及娱乐 反向输入进台湾 那在某个程度上面 降低了新世代台湾人对于中国的戒心 那请问一下政府有没有什么反制的措施啊 非常非常好的问题 而且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文化部战略军部长 那跟我们的祖记总处跟院长 当时林全院长提了一个想法 他认为说在我们讲infrastructure 就是基础建设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把文化 以及所谓的intangible 就是不是concrete 不是水泥做的那些东西 也把它当做基础建设 也就是文化也是一种基础建设 这个其实是对于我们的主记总处 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在主记总处上面 那些用水泥做的东西 是所谓资本门嘛 投资之后可以用很久 但是呢你拍一部 像我们与二的距离 像现在很快要上演的斯卡罗 就是陈耀昌一世 原著傀儡花的那个小说等等 那这些拍完之后 它是没有所谓的资本门可言的 它全部都是经厂门 就是它是花在人力 花在仇舍 花在用完之后 就好像看不见摸不着 的一些事情上面 所以按照我们的财政纪律的原则 本来是不可以把基础建设的特别运算 编到这些事情上面的 那但是呢 当时我就跟郑立军部长 一起说服领权院长 以及主记总处说 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如果拍出来的这些东西 以及拍的过程里面 所有台湾的这些数位模型 这些值得保存的一些古迹 它不是只是放在那里保存 我们会把它全部扫描起来 放到VR里面 任何时候未来其他地方的人 要做游戏 要做动漫 要做什么创作的时候 它就可以从这些台湾的元素出发 也就是说 它只要能够被不断的重新活用 那它也就具有公共建设的性质 所以当时我们把它叫做 Digital Public Infrastructure 就是数位的前瞻基础建设 所以我们在那一段的预算里面 不受到资本门跟金长门的限制 而是直接就拿了国家的预算来 然后去确保说 在台湾的这些文化 不管刚刚讲到的 这些古迹建筑物 大家可以到台湾数位模型库 现在都可以看得到 或者是民间所贡献的这些故事 台湾文化记忆库 也可以看得到 那所有这些事情 我们现在都是用公共的预算 来进行公共的Curation 进行公共的策展 那这样子的话 新世代的这个台湾人 在他创作他的不管是家庭作业 还是动画漫画 还是什么之类的时候 他就有非常多的素材 然后也不需要去违背著作权 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些 都是CC授权 Creative Commerce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混搭 然后来创造的 那有一位刚刚有一位朋友 私讯我说 可不可以我举我自己具体的例子 来讲说什么鼓励年轻世代的创造力 可以啊 如果在国家文化这个记忆库 有看到唐凤这个标签的话 会发现说 我不但抛弃了我的著作权 我连我的肖像权也抛弃 所以呢 大家就会看到很多 我拍的比较时尚的照片 上面就说是CC授权 就是你随便拿去用 就算是恶搞 我也不来告你的这个意思 那所以就有很多的创意 好比像说我们的客家委员会 之前就拿我的照片去 弄了一组这个唐凤过台湾 没半点钱脑坡耕田 等等的这些梗图啦 在网络上面疯船 那在日本呢 也有一个乐团叫Dos Monos 那他就用我访问的 这些CC授权的素材混搭 变成一个歌颂这个民主之国 他的这样子一个新的饶舌乐 那这也很有意思 那或者像我们的这个 总统文化奖得主 林长佐Freddy Lim 那他就在他的大港开唱的表演里面 也把我的影像素材混进去 然后呢就是用我就是 讲台语的一些声音档 那变成他的歌词的一部分 那这个也受到很多国外朋友的 特别是听重金属的朋友的欢迎 所以这个可以告诉我们说 一开始如果就采取这种 创用CC Creative Commons的方式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会再有像版权所有翻译必就 变成好像我们自己觉得文化很棒 但是其实国外的人都没有办法来运用的这个情况 我们一开始就采取开放式创新 Open Innovation的方式的话 就更容易的让我们这些文化素材 变成全世界的一部分 如果这些很抽象 我举一个具象的例子 就是Bubble Tea 我们知道在台湾 珍珠奶茶是没有专利权的 任何人就算用黑珍珠或白珍珠 都可以宣称它是珍珠奶茶 所以就我到伊索比亚的时候 当时在阿迪斯阿巴巴 他们有一个就是加速器 有一个创业加速器 他们在那边讨论的时候就说 他们怎么样把Ruibus 就是南非博士茶 也能够搭到台湾的珍珠奶茶上面 这样子就可以让全世界看到 而这并不是因为我去 他们才这样讲 他们不知道我要去 而是说在他们的那个presentation上 珍珠奶茶就跟寿司一样 变成他们全世界为儿 他们想要搭上去的 这样子一种开放式创新 但是我想一想 如果我们说 他如果用南非国宝茶 我们就要告他 这就不是开放式创新了 这样子的话 台湾的文化反而没有办法 那么容易传递到非洲 或者是全世界去 所以开放式创新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这几年来 AI以及大数据 所谓的big data 或巨量资料 是热门的关键字 那当然现在就有很多 以AI或者big data 为题目的研究 或者是创投的项目 慢慢出现 但是实际上 有用的部分 或者确切需要AI的部分 其实是少之又少 那请问一下 唐鳳主委 这个问题说 以您专业的角度 要怎么判断 就是挂上AI的角度 的这个项目 是不是有它的必要性 以及有它的可行性 我是觉得这样 就是大数据 已经变成类似像发语词 这样的意思 就是有些人在讲话 一开始的时候会说 你知道怎么怎么样 或者是说 这个我们觉得怎么样 基本上怎么怎么样 就是说它是已经 没有一个语用 没有一个semantic 没有一个语意 它当然有一些语用 没有错 但是没有语意的一个词 那AI 因为它可以展开成任何东西 现在用AI 大部分意思就是automation 就是自动化 任何地方只要有自动化 大概就可以把它叫做AI 所以我是觉得 也不用特别觉得它刺眼 你就把它当做类似像 上下引号 或者是发育词 这样子的一种修饰性的标点符 这样子去看待 可能是比较好 但是具体的来讲 我们如果现在看到AI 或者大数据 我们其实只要问一点 就是说被它影响的人 可以怎么样影响 这个技术的发展 其实你只要这样子问 马上就可以分开 我刚刚讲的assistive intelligence 或者是如果回答不出 这个问题的话 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什么是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呢 就是它是把权力 不是放到每个人手上 而是把本来每个人 有的权力收回来 到那个AI的设计者手上 所以它挂AI也好 挂大数据也好 其实它就是一个power grab 就是是一个想要集中权力的动作 那这个不管是跨国的公司 所谓的监控式资本主义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或者是一些比较集权的政权 那所谓的state surveillance 那这些都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它挂AI挂大数据 其实重点都不是这些技术名词 而是它想要集中权力 那我们要怎么样子去对付 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民主啊 因为民主这个概念 其实在台湾已经落实为一种科技 technology 其实也包含social technology 投票也是一种social technology 我们在台湾开票的时候 一张一张纸拿出来 看起来很落后 但是呢 我们又很先进的 在宽平人权的情况下 去开放各党派 以及没有党派的监票员 一般人都可以用他的手机 及时去录 那个开票的每一个角度 而且每个政党 还有自己计票的软体 所以任何投开票所 都没有什么争议可言 因为一个人他总是相信 他的相信的政党的YouTuber嘛 那这个YouTuber又是有很多人看 他觉得很高兴 所以如果各党派的YouTuber 算起来结果都一样 那这样的话 其实根本没有说 做票啊 做弊啊 等等这些谣言散播的空间 那乍看之下 非常科技 非常文明的电子开票 反而没有办法像这样子 就是用一种好像洁净一样的方法 让大家一起来监票 所以他的正当性也会有所损害 那当然就是我并没有特别讲 那个国家的意思 但是无论如何开票的时候 不要出现争议 我觉得也是一种技术的展现 那所以我们在台湾 就是把民主的每个阶段 都把它看作 可以把它的bit rate 就是把它的频宽能够增加 我们四年投一次票 其实只相当于每个人 每四年上载三个位元左右的资讯 在以前雅典的时候已经很多了 但是现在真的是很少 所以我们就要确保说 在投票跟投票期间 我们每天每天都有很多民主的做法 好比像说参与式的预算 好比像说在join这个平台上面 只要凑到5000人 就可以要求部长 来跟你一一的这个回应 好比像说我们总统 被黑客松可以去提一个案子 总统每年颁出五个奖品 这五个奖品就是把它当总统证件一样 可以执行 那等等 那这些做法 其实每天每天都在投票 那只有这样子 我们才能确保说 民主的频宽 可以大过威权的频宽 而当民主的频宽足够大的时候 大部分人习惯了这个生活方式之后 当然就不会愿意 他们的决定权 被不管是极权的政府 或者是极权的跨国公司所收取 所以在台湾 我们把这个叫做social sector first 或者叫做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就是先是由社会部门发动 但是公部门把它增幅 然后私部门呢 就是去implement去实现 这样子的一种创新方式 所以我想如果有必要性 都是往这个方向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极权的方向 就是不但没有必要性 而且不要这样子做比较好 那所以我们在判断 好比像说科技部的计划等等的时候 很多都是用这样子伦理的判准 来确保说 如果不符合这个的话 它是拿不到国家的研究的经费 希望有回答到这个问题 好 我们现在还有七分钟 我想说在继续slido之前 是不是有一些朋友 因为我刚才问题中间都很简短 没有保留很多时间 是不是想要用讲的发问的 也许先问一下 那真的没有我们再回slide 唐部长 我们今天是event的setting比较特别 大家是没有办法自己发言的 就是真的透露打字的形式 那moderator有收到什么私讯吗 目前没有 OK那如果moderator没有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就继续了 好的 谢谢 OK All right So this question asks and I quote I noticed many new online conference registration websites or international airlines booking starting using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How can we change this? Well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you want to change it personally or if you want to change it for other people using the website to change this personally is very simple you can just right click on the website and click inspect and then you can start changing the words for example I'm now changing it to Piron Republic ofCitizens All right So that's a very easy way to change things you can use your browser and this is not AQ This is not Jingshengshengli I actually do this all the time I actually install a browser plug-in that replace Province of China to Republic citizens automatically on those forms and so for example when I entered A African country I will not name names their electronic visa website has it pulled down and predictably it only says Taiwan province of China but because I have installed this automated replacement plug-in so to me the drop down reads Taiwan Republic of citizens and so when I filed this e-visa it actually generated a PDF file with my changes on it and then I printed it out and I brought it to the customs entering that country and it they didn't really think twice so basically this is what I do almost automatically all the time is to ensure that all the forms that I send out labels Taiwan as a Republic of citizens or if I I have my way in translating the full name I'll translate it as a transcultural Republic of citizens so anyway so this is my personal approach but of course that does not affect everybody else using that website unless you convince them to install the same plug-in right and so really the technical way to do about is to refer them to a different set of country name lists usually we use the CLDR the common language database repository so if you have the technical contact not the political contact the technical contact of the website you can simply email them sign i notice that you're using the ISO list of countries but it's actually out of date there is now an internationally continuously maintained up-to-date list at the CLDR co-minseng by IBM among many other companies would you like to use that instead? and chances are that they would and once they do then of course we don't have this problem of being labelled as a quote-unquote province of China 好 那我们就下一个问题吗? 唐部长 我这边有一个 有一个人他问了一个问题 是 他说 in your opinion could you list three things you and Taiwan's government do to enhance the creativity of the next generation? certainly that's a great question so first of all as I mentioned we have a lot of creative commons materials for the students to work with so in many middle schools I'm trying to think of a primary school but it seems middle schools are more more likely in many middle schools instead of asking students to read they are asking them to write instead of asking them to appreciate like a piece of news or something they are asking them to fact check and so i think this is the ultimate form of creativity if your creation is immediately useful to the people so there's a lot of middle schoolers and senior high schoolers and so on if you search for cold facts then you'll say a lot of the media competence curriculum work with directly these young people and they look at all the sorry for the the disinformation right so intentional harmful untrue snippets that are circulating on the end-to-end encrypted channel line and the this young middle schoolers or senior high schoolers simply look at all these recent disinformation and started working on fact checking them and this is not just about rumors this is also about say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and platform back in the twenty twenty presidential election a lot of middle schoolers and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mon other people fact check the thre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s they are having their debate and platform online so working with public TV among other television media these young people contributed to democracy directly by ensuring that the order presidential debates are well founded on reality and and if not then they provide the necessary reality check but the reason why they're so adept at doing this is that they have day-to-day experience working with counter disinformation on the cofacts projects so that is one project tha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another projec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that enhance creativity is also a give zero project and and that project is called i daigi because in i think starting primary school everyone now has the option to choose their mother tongue their local language to be taught in primary schools so the ai daigi project worked with many primary schoolers and their teachers to translate these well very popular still very popular among children pokemon names into daigi into the taiwanese horlock language and so for example that the term pokemon itself um could be translated variously as lattea guaixu or uh or pokebong or something right so this is like a crowdsource or urban dictionary that unites the the creativity of the young generation and uh the wisdom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and all of them are presented here of course this is not just about fun and games this is also about the serious the more serious terminologies uh i noticed that when um including our ambassador and president delivering daigi remarks for certain uh specialized like shishun or other terminologies they have to revert back to mandarin simply because the ongoing daigi dictionary did not contain that many contemporary words however here for example for all these dashu j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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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ai lian or whatever um there are people working with the middle schoolers and primary schoolers to to try to find the daigi equivalent uh of these these words so that we can use the daigi native way uh in discussing the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rt mathematics and design terms and so this is another creativity project that i would like to highlight so media competence um natural language competence are the two examples that i can think of but i would not like to um you know do overtime to to you know do gojaba uh this service by presenting gojaba as the third uh gov zero project that's enhanced creativity so although that would be my third gov zero example i think i'll just leave it uh to the people actually working on the project 好的非常谢谢唐部长唐部长今天宝贵的时间啊在这边是台湾的早上 那这么早起然后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宝贵的意见和看法那我们真的很感谢唐部长 那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邀请您那我们就谢谢大家欢迎谢谢唐部长 谢谢 谢谢 多谢 yeah live long and prosper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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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